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事情是這樣 當我們可以把自己帶到一個心 一個一致 一個地方 一個神 一個救恩 一個聖禮 一個祝福 哈利路亞 這樣你就會看到超級的技巧 当日们不再与神社的规定起码一起的时候 当日们不再与圣经起码一起的时候 回来相信这个道 并按照这个道行事 并留在这个道 不是为了感觉 而是直到道本身被复活 并赋予生命 我们看到每日真正的圣经记号 一个超级记号 同一个曾经生存过的伊利亚 这几天会有一个先知出来 传讲神原始的道 你说我告诉你 你会有短法 或者没有事情 让你捉住他 让你听他的 你认为我在这些组织上很粗疏 等神的出现 神将会恢复 掌文从吃掉所有的岁月 这个将是一个讯息 有人敢说 嗯 这个是一个组织 让我看一次 神从来会有任何的方式处理过一个人 他甚至 会有 同时拥有两个先知 总是只有一个人 人有不同的想法 一起处理 你会很足够 神 有一个和他一起工作的人 有一个伊利亚 然后伊利沙 然后是一个约翰 叫到耶稣 等等 跟着有一个路德 一个卫斯利 等等 如此之下 在现在这个末世 必须要进行教会的复修 这个新粮树 在那边 被蠔羊虫和中雷虫所吃 还有各种昆虫所吃掉所有弟兄的爱和果实 必须可以出现一个教会 在那边 这些障碍将会被打破 圣灵将会在人的中间 有一个通行权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看到 那个时代发生的同样的迹象和奇迹 阿弥 尋找这个超级记号 早晨 现在是2021年12月18日 赞美主 你觉得这个人说如何 你注意到吗 北南汉弟兄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认为我对跳皮的女孩不好 等等 等到下一位先知来到 他会比以前更严厉的对待教会 因此 我们确实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位先知 并且 这一个就是他在世界各地 写给我们的信 赞美主 如果你有手机 笔记本电脑 或者台式电脑 你正在通过音频 收听这封信 或者收到来自Whatsapp 白南汉堂 或者这位朋友的通知 一切都是源来自 白南汉堂.org www.branham.org 你可以直接从白南汉堂 和神之星的录音收到通知 词美主 这是 约失白南汉堂 亲爱的记号新娘 世界历史上 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刻 整个宇宙都必须证明这一点 因为五个行星排列在一起 2021年12月12日 天上正在发生某些事情 而地球上正在发生某些事情 当神通过他的先知 讲话的时候 新娘和世界各地 团结在一起 神的新娘 在家里一起 领圣餐和洗脚 在我们自己的家中 和神的气氛 和主的同在 是多么美好呢 一些录音的男孩 流进我们的家 我们把家 变成主的教会 我们把记号 形容于我们的家和家人 圣灵与神同在 充满了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心 我们的灵魂 就好像我们 是以色列的孩子 为我们的出埃及之旅 做好准备 神通过他的天使 对我们的说话 并用于我们的家庭 死亡就在我们的身边 但我们知道我们很安全 这个死亡会略入我们的家园 我们正在准备前往我们的应许之地 我们从来 没有像那晚那样 感到如此亲近 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我们知道我们正在 让我们为神的来临做好准备 但必须在这个时候 这一天 这个月 或者这一年 一切都很完美 到位 它有一个意义 它的发生 是向世界发出了记号 每一次圣灵的事情发生 都是来自神的记号 但是要小心 注意 明不明 注意 每一个圣灵的发生 发生的每一件事 都是一个记号 我们不是偶然来到这里 这些事情 并不是偶然发生 这是一个记号 这是一个记号 要快速到达安全的地方 鲁亚是他那一代人的记号 伊利亚是神的记号 若翰是神的记号 明白吗 所有事情 这个时候的信息 都是一个记号 看着他 看到他在做什么 明白吗 这是一个记号 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当摩西 开始他在以色列的时工的时候 以色列人 迅速和埃及各地聚集到哥西 他们回到家乡 是因为他们知道 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今天 是多么完美的旅行 因为新娘正在聚集 在一个纯正的道德周围 因为我们知道 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他们来自东方和西方 他们来自遥远的土地 与国王一起 享用成宴 作为神的客人 在祂的餐术上 享用祂储存的食物 神差显祂的天使先知 带着信息去招呼 并且带领祂的新娘 潜往应去之地 一个先知 在我们中间 以火柱 识别了祂自己 然后 神派祂的记号 给祂的新娘 因为祂只会认出 这个记号 今天的记号是什么呢? 神只认得记号 这个就是这个时刻的信息 这个就是今天的信息 这个就是这一次的信息 奉主耶稣基督的命 接受这个信息 神父和基督正在合二为一 神父的事工和基督的事工是一样的 神自己承认了祂使者的信息 祂认出了祂的新娘 父面正在变成正面 神的怀疑中的每一个认许 都是我们的 祂必须循服我们 我们正在通过 神为今天所提供的方式 成为完美度的新娘 神的声音 神的话语 在池带上 神从来不会改变祂的计划 祂总会派一位先知来带领祂的子民 祂还有其他人要被呼召和受高 但这些人只会说出先知所说的话 因为祂的道是主如此说的给祂的百姓 你怎样能够百分百肯定你听到的 是神完美的道呢? 对我来说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按波防制 肯定还有其他人被呼召传道 因为祂在道之中 无可争议 但他们只能传说 他们从神的使者那里听到的录音带 他们不能够讲道、教导、解释、拿走 或者添加任何东西 因为祂是神完美的道 华语是这样说的 正如一些人所说 听牧师讲道是没错 你应该去教会 新娘想听的是羊的食物 很多人都相信 听到纯正的道的唯一方法 就是按波防制 神保守他们 和神呼召了他们的事工 因为我不反对他们 我爱他们 并相信我会和他们 所有预定的新娘 一起度过永恒 我只是为了持带事工 很多人说 你必须有一个牧师 才能成为新娘 我同意 我也会这样做 威廉玛利安 巴南汉 因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牧师 最伟大的事工 因为这个不是他的道 他的信息 他的想法 也不是他的解释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 唯一被证明 是神正确的道 此的 他就是最伟大的现场事工 我的问题是 您可以只听到六音带 并成为基督的新娘 还是我必须有 给六音带上 神的声音 更多的东西呢 至于我和我的房子 我们是一个持带之家 我相信我们是神的新娘 我们所需要的 只是持带上神的声音 如果你想在你的家 教会 汽车 或者任何主拥有的地方 加入我们 聆听主义此说 请你结伐信为 时间星期日 上午九点钟 加入我们 聆听神的道 完美祂的新娘 并给我们带来这个信息 记号 六音牌编号 63-0901-M 若失白南汉帝兄 在听信息之前 要阅读的经文有 《创世纪》第四章 十节 《出埃及记》十二章 全章 《药书亚记》十二章 全章 《使徒行转》十六章 三十一节 《使徒行转》十九章 一节七节 《罗华书》八章 一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十三节 《以佛所书》第二章 十二节 《以佛所书》第四章 三十节 《希伯来书》六章 四节 《希伯来书》九章 十一至十四节 《希伯来书》十章 二十六节 二十九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 三十七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 二十四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 八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 十二十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 十二十节 你拥有圣灵 已经触动了你的心 持敌 他是一位先知 我不称他为少先知 因为 《六金带》没有称他为少先知 因为《六金带》没有称他为少先知 八南汉弟兄 只是说《六金带》所说的 这样做 我们尊重神 今天赴予我们的职位 不是只是为了杰伐信维尔 在塔基州 印第安纳州 美国 或者加拿大 但对于整个世界 无论你在哪里聆听 无论你身在印度 安哥拉 克罗地亚 西伯利亚 俄罗斯 巴基斯坦 以及所有南美洲的地方 和巴西 贵亚娜 千里达 托贝哥 神保守你 我知道 你们在中间里面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事情 自你们的牧师失败 巴南汉弟兄说 即使是真正的事工 都会在每个时代失败 因此 我们今天听到 这个百分之百 纯正的道 变得更加重要 哪里 谢谢大家